请看感应篇第八十节 见他荣贵,愿他留病 见他富有,愿他魄散 这以下是阴藏植物 注节里面 第一段 说得非常好 凡人荣贵,皆非偶然 借其喜有善愿 俗之得本 更其祖宗既得,奈能如是 是见之者当其追目之心 非目其荣贵,时追目其前修也 我们就看这一段 这种 卧义 秦职 古今中外 皆有 不单人道有 畜生恶鬼地狱里头 也有 这使 迷之 太重 世间人 哪一个不贪财呢 他要不贪财 他就不是凡人 他是圣人 凡人 齐心动念 为烦恼所盖乎 什么是烦恼 贪嗔痴吃慢 凡夫 生活在贪嗔吃慢里 他怎么不哭呢 贪嗔吃慢的 行李 能不能得到 富贵荣华呢 给诸位所决定得不到 肚子里头说得好啊 佛菩萨 如是说 我们再看看 每一个宗教 他们的上帝 神圣 也都是这个说法 富贵荣华 不是偶然的 都是过去真正 培植的 佛家 讲得好 于知 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想知道 你前生 修的是什么因 那么你这一生呢 你所得到的 你所受用的 就是果报 所谓是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以前是中的是什么 这一生的 受用 这一生的享受 这一生的规律 就是前生造的因 佛佑说了 于知来世古 今生做者是 那你要想知道 我来世怎么样 来生好不好 那就看你这一生 所造作的 你这一生中叠 善因 你来生 一定的善果 这一生呢 你的心形不善 来一世 哪里会有善果呢 这个大道理 我们要懂得 佛哥我们讲 财富 你这一生 发财了 不管你是用 什么方式 你是经商也好 做工也好 从政也好 今天我们都知道 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 收受贿赂 收受贿赂 还是命令有的 命令没有的 才收一点 马上就出了 马上就出了事情了 就触犯法律了 接受法律制裁 处分 贿赂 收的再多 一生都没出事情 命令有的呀 他不受贿赂啊 他命里还是有那么多财富 不过什么呢 来得晚一点而已 这是早持的事情啊 命令有的丢都丢不掉啊 命令没有的 求也求不来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自己细心想一想 我像不像是个富贵的命 再仔细去深思 我该不该得富贵 大家念过了凡时讯 你看看了凡先生就能够反省 这是聪明人啊 这是有智慧的人啊 佛告诉我们 财富是怎么修来的呢 财不失修来的 佛劝我们重福啊 世间有三种福田 是我们重福修福之处 第一个福田是父母 父母是恩贴的 孝养父母的 孝养父母的人又福了 第二个福田是父母 是奉司三宝 三宝是敬天 可是三宝啊 要重设置啊 不重形式 这个道理 几个人懂呢 几个人懂呢 明里的人懂啊 我在讲习跟诸位说过几次 现在新加坡的纳丹总统 我很钦佛 他告诉我 他很尊重佛教 佛教重师智 不重形式 这句话是内喊话了 我们佛门里多少出家人都说不出来 所以三宝要重师智 不重形象 这一次台湾遇到的大地震 南投普里一带 许许多多的寺庙都被毁掉了 在地震当中毁掉了 有人就问 这么多修行人 为什么还造这个难 其实很简单的 佛法重师智不重形式 换一句话是 重师真修啊 不重师外表啊 外表装的那个样子不行啊 参云法师 也住在南投 地震区这一带 他的道场 为什么没死呢 他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啊 自自然然 由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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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世华印刷厂 仓库附近遭遇到猴灾 他那个房仓库周边四周围的房子 统统烧掉了 只有他仓库为宿 仓库里面放的是大赞金 刚好印好的大赞金 放在那里面 由龙天善神守护 我们深深相信他这批经典 决定起很大的作用 必然将来供养 是真一修的祖师大德 才会由善神守护 那么金的数量很多 三刀四方 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真修行人 所以建一个寺庙 穿着上出家人的衣服 这种形象 心形都不像佛弗萨 这个没有用处 从前 李炳南老居士讲了 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该怎么遭难 还是怎么遭难 所以真一修实践 试问问 我们有没有校养父母的心 有没有校养父母的行为 你做到了没有 是不是真正的公斤三宝 公斤三宝 天天香花水果供养 每一天磕三千个大头 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 没有用处 假的 我们拿什么来供养三宝呢 要拿真正的羞耻 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 我们做到了没有 佛讲的太多了 我们选择了五个空 今夜三福做到没有 六合进做到了没有 三学六度做到了没有 普学十愿做到了没有 其他的不说了 就这五个空 我们都能够做到 就是奉司司长啊 这是真正归一三宝 今天里面 正福了 这个福大了 第三个是悲天 悲天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 这是中福啊 所以 以财不施的财富 作向不施 富宝 立向不施 功德 发不施的聪明智慧 不施的健康长寿 世间人都贪图 财富 聪明 健康长寿 这是果报 这是果报啊 一不肯修音 那来的果报 你要想得果报 一定要懂得修音 所以财富宝 越不施 越多 不施是修音嘛 你音修得多 古当然多 发不施多 聪明智慧 聪明智慧 无微不施多 无微不施是真正以慈悲爱心 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 你老的人 残障的人 需要照顾 需要帮忙 你真有这个心啊 遇到了真肯做啊 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 众善音一定得善果 佛菩萨教会我们 所有宗教神明都教给我们 不义之才 决定不能取 不应该得到的 不义之才 你要得到了 往往有 很难想象的灾难 这个事情 古今中外 都有啊 都很多啊 前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澳洲政府准备立法 禁止赌博 现在澳洲在电这个这个网络上 发现有赌博的行为 许多人因为赌博 而勤家荡产 离婚 自杀 造成社会 严重的损失 他们要制定法律 来禁止 这是一个负负责任的政府 这是一个真正 保护人民的措施 我们从廖凡 我们从廖凡私训里面 得到启示 原廖凡做县长的时候 发一个善心 减免 全县人的天赋 就是田租 减租 几十万人 得利益了 他这个一举 就行了万善了 澳洲政府这些官员 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立这个法来执行 这一念呢 也是几万善了 都不止万善了 多少人的利益了 没有一个宗教 不禁止读博的 忠苦 古无甚鲜血 苦口婆心 劝道大家 安分守己 吉德修善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哪一个人发财 是靠赌博 起家的 哪一个人发财 是靠偷窃 起家的 古今中外 找不到啊 我们要明了 这个道理 知道四世真相 佛菩萨 是物贫 是物质生活 是物质生活 不丰足 神 今生生活 成足 在中国 儒家 儒家 孔老夫子 常常赞叹 赢回 赢回 赢回是物质生活 贫乏 一旦是一瓢饮的 吃饭 连饭 连饭碗都没有啊 用竹子 编一个柱楼 盛饭 喝水 连个被子都没有啊 用个葫芦 挖空的时候 做个瓢 来喝水 贫穷到这种程度 这贫囊 可是 以人回之落 没有人能够 跟他相比 他落得 落得是道 安平落到 这是圣贤之路 贪嗔痴慢的烦恼 统统断掉了 他的落 我们凡夫不知道啊 他的心境 跟虚空发界融合成一体 这个境界谁能想得到 谁能体会得到 这是他学养的功夫 智慧的圆满 读书 学佛 无非是提高这个境界 让我们在这里 的真落 物质受用是假的落 我们讲习当中 也讲过多少次 这种落 等于世间人吸毒 大麻烦 不正常的落 正常的落是 居物 明理了 了解四十真相 这是真落 绝定不在物质生活的后部 而在自己的心地 清净光明 变道发解 表现在外面 佛家讲 一片慈悲 基督教 基督教 天主教里面讲的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他们表现在外面 神圣表现在外面 是大爱 爱护一些众生 关怀一些众生 照顾一切众生 全心全力 帮助一切众生 神圣们对众生的帮助 着重在 帮他利苦得乐 利苦得乐 要从根本上帮助 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是破米开物 苦从难的 苦从依赖的 落从难的 落是从觉悟来的 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 他要去赌博了 稳赢钱吗 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段 多赢一点钱来布施 做好事呢 这是个不正常的手段 这是个罪恶的手段 所以祝福菩萨神明 绝不采取这种手段 佛菩萨教人是从正面的 不是从父面的 这个做法有流弊 会害人 佛菩萨决定不错 我们要学佛菩萨 就要从这些地方去 一定要修的是正法 正中之正 正中之邪 除非在恒不得已的 那个手段之下 决定不用它 所以祝福菩萨有神通 神通能力太大了 但是决定不用神通 用教训 用示范 为什么呢 这里头没有流弊 如果用神通 我们晓得妖魔鬼怪 也有神通 用这种方法来借淫众生 众生会受迷惑 邪正不分 摩佛不分 这个麻烦就大了 摩有的能力 佛有 佛有的能力 摩没有啊 行善行善 一身做子 摩做不到啊 一正法了 劝告大众 摩也做不到啊 佛与摩的分辨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了 我们跟佛绝定不能跟摩走 财富 智慧 健康长寿 一定要遵从佛的教会 决定可以取得 违背佛的教会 用非法的手段去取 纵然得到了 灾难还是在后面 你不能保有 不能长相啊 所以我们做了这几句 稳定 教会也感慨非常之深 我们一生绝不做非法 违背佛陀教会之事 这样就对不起赞宝 对不起父母 也对不起一切众生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外 接下来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